余千凡给余淼打了个电话 我朋友和我说了 没有萨蒙耶了 就跟你发了只小孩是钱 你好好养着啊 我还忙着呢 挂了 给你起个名字吧 小栗子 小栗子哼哼唧唧的 你想住在我家 首先不能随地大小便 带你出去玩 如果我一松手你就跑 那我就不要你了 明白了吗 我不管你对我忠不忠心 当你长大了 你要保护好 住在对面那个女人 下次我带你认认门 我允许你串门 如果你能够把人带过来 我还有奖励 你要是和别的狗一样蠢 那我也不要你了 接下来几天 丽瑾和余千凡都没有行程 丽瑾去了学校拯救他的学分 而余千凡则是在研究怎么养狗 这一天晚上 丽瑾上完课回来 就看见余千凡家的门居然开着 随后从那缕透出来的光芒之中 一只雪白的小脚丫伸了出来 小栗子冲着外面的丽瑾歪头 丽瑾笑了下伸出手来要去摸他 但大概是狗随主人 这只哈士奇不仅没有丽瑾所想象之中 人来风的样子 他还分外嫌弃地把自己的狗脸一撇 矜持地往后退了一步 不让丽瑾摸到自己 大有一种尔等凡俗之女 休要碰舞的姿态 嘿哟 你这狗 丽瑾反手就是一捞 一只手就将惊慌失措的高棱狗翻转了过来 另一只手覆盖上他的小肚皮就是一顿摸 就你这样的 我一下能摸哭十只 丽瑾 干嘛 丽瑾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结果手上的小狗却一个翻身从他身上跃下去 那矫健的身姿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他一流小跑跑到了于千凡的面前站定 就和训好的狗一样 吃饭了小丽瑾 可 这活就是故意的 你 你居然把我的名字安给狗用 怎么 你有本事给狗喂饭 那你有本事连我的饭一块管了呀 用我的名字还不给饭吃 于千凡 总而言之 在于千凡的无言之中 丽瑾成功地靠着自己的名字蹭了一顿晚饭 等丽瑾走了之后 就是这个女人 下次见到她 不要不搭理她 不然我不给你饭吃